还有没有印象上星期我说摩西的故事说到哪里呢? 没错,就是神给了一个重任给摩西 就要求他将一帮以色列人带离埃及了 故事继续讲了 摩西接过这个重任之后 于是他去了回合阿伦 阿伦就是他哥哥 回合阿伦之后,他们一起去埃及 将一帮以色列领袖、长老召集起来 跟他们说,神晓语给他们知道 希望他们带大家离开埃及,脱离这个艰苦的地方 于是,摩西和阿伦去见法老 对他们说 神说你一定要让我们百姓离开这里 但法老说,你这个是什么神?我不认识他 我不会准备你这些百姓离开这里 之后法老不单止不让他们离开 还让很多工作给以色列人,要努力他们 摩西回到去,埋怨神 为何你又要我去和法老讲大 根本上他的环顾都不会让我们离开 神仍然要他继续去见法老 今次,摩西和阿伦在法老面前走过一个神迹 那个神迹就是之前他在神面前都试过的 阿伦把他的象吊在地上 象变成了一条蛇 那时,法老见到不怕 反而还叫他的那些术士模仿阿伦 提齐把他们的那只象丢在地上 全部都变成了蛇 后来阿伦所变成的蛇 把所有其他术士的蛇吞进肚 看到这样的神迹,法老仍然不肯答应 到了第二天,摩西和阿伦又去见法老 今次阿伦举起了个仗 激打尼罗河的水 当他一激打之后,河水就变成血了 场面很震撼 但是,法老仍然还顽固 不肯答应摩西的请求 而神见到法老那么顶固 于是他降了十个灾到埃及 令到埃及法老要屈服 那有哪十个灾呢 包括有一天,青蛙由水跳出来 遮满整个埃及 而过了没多久 所有的埃及人和牲畜身上都生失 后来,整个埃及满布成群的污蝇 接着埃及人和很多牲畜 都死在可怕的瘟疫里 另外,埃及人和牲畜身上都生疮 然后又发生冰泡灾 死了很多埃及人和牲畜 没多久,还有成千上万的蝗虫 飞去埃及,吃了田间的龙作物 后来,神仲令整个埃及全地变成一片黑暗 黑暗了三日三夜 所有埃及人都因为太黑,不敢离开自己的家 但反而以色列人的家一片光明 这里有九个灾 其实法老是很有趣的 他出耳反耳了,有九次 为什么呢? 每次有灾祸来的时候 他都会跟摩西说 你帮我搞好灾,我就让你们走 但每次搞好后,他就反口 总共来来回了九次 最后,神还有一个灾 临到埃及的国家里面 自此之后,埃及王就投降 就愿让他们走 那这个灾是什么呢? 到了最后一次,神就跟摩西说 最后我要降一个灾在埃及 到时法老就会真真正正让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生畜离开 于是,摩西就去到法老 警告他 到了午夜,神就会杀杀所有埃及 所有长子和投生的生畜 包括你的长子 但以色列人便会平安无事 法老当然不肯听神的话 于是,那一晚 神就指示以色列人 要他们杀了羊羔 将羊的血涂在门的两边和门尾上 当晚还要吃烤熟的羊肉 穿着远行的衣服 那一晚,神就在全地巡行 如果他见到 以色列人的家门上涂了血 他就要越过他的家 不杀他的长子 就是这样 那一晚,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 令埃及人都非常惧怕 法老速速命令以色列人 快点离开埃及 于是以色列人终于自由 他们还带着药室的鞋骨 去他们的新家园进发 浩浩荡荡 那里有二十多万的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离开 他们一路走很好 因为神一路眷顾着他们 日后会有云柱 夜晚会有火柱 一直带着他们离开埃及 原先,这群以色列人 如果走菲利是地的路 就比较短 很快就去到神安排他们的地方 但神就怕这群以色列人后悔 于是乎要去兜路 走红海,走抗野 没机会,惨了 法佬改变主意 带着600辆战车去追以色列人 死火 那时以色列人去到红海海边 那时去到海边 那些以色列人开始害怕 开始埋怨 摩西说 哎呀,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做奴隸 也不宁愿死在这里 哎呀,死火了,怎么办 摩西就说 不用怕 神会为我们打圣仗 神就在这个时间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出你的仗 于是,摩西就照着做 他伸出仗之后 红海的海水就立刻分开 就好像两道水墙 中间露出干地 令这群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 当时所有以色列人都很安全 走过这个红海 而埃及人追上来 神又叫摩西 向海那边再伸他的仗 结果那两道水墙倒塌下来 将埃及人和他们的战车 全部都卷入海 当时以色列人看到一个这么震撼的神迹出现 他们就全部人一起 宽天起地唱歌跳舞 歌众神 他们在这个时间内 真真正正能够看到神的能力 在这里彰显出来 而且还一直眷顾着以色列人 好了,今晚的圣经故事就说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跟你说其他的圣经故事